政府公布,自8月底至今,共有20班往来多伦多的国内级国际航班,发现在有染疫乘客。 根据飞行日志的数据指出,20班往来多伦多的航班中,包括由墨西哥航空、由墨西哥城飞抵多伦多的AM616航班, 于8月30日确认有乘客染疫,坐于第18至24航的乘客,存在可能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的风险。 8月31日,加拿大航空由金士顿飞抵多伦多的AC1255国内航班,也证实有乘客染疫,坐于第10至16航的乘客,需留意是否有病征。 同日,加航由苏黎世飞抵多伦多的AC879航班,也有乘客染疫,但不清楚受影响的航班座位。 9月1日,由德里飞抵多伦多的加航AC43航班,也证实有乘客染疫,坐于第16至22航的乘客有受感染的风险。 加拿大西级航空也在星期二,应有乘客拒绝给自己的小孩戴口罩,取消了从卡尔加里飞往多伦多的652号航班。 西级航空公司发言人Loreen Stewart说,乘客名单和购票席位信息明确显示了哪位乘客是2岁以上。 西级航空公司要求大于2岁的儿童在机舱内全程戴口罩。 Loreen Stewart强调,西级航空公司严格执行加拿大交通部制定的戴口罩防疫措施。 此外,波特航空宣布继续延长所有航班的停飞期,直至11月12日为止。 航空公司表示,由于政府的旅行限制仍未解除,国际航班旅客需自我隔离14天。 加上加美边境也仍处于关闭状态等原因,决定再推迟复航计划。 波特航空行政总裁杜尔瑟表示,政府的旅行限制包括关闭边境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,影响公司营运航班的能力。 他称,明白这对于所有乘客和团队所造成的影响,也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,做出调整。 波特航空受到疫情影响,以及机位需求大跌,于3月21日宣布开始停飞所有航班,原计划到6月29日复航,之后多次延期。 8月10日又宣布推迟到10月7日,今次已是第四度延期复航。